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做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 當然有幾種呈現方式 第一個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前面做還蠻多的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這個表單就是跳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他跳出來就是第一個 他有一個下拉選單 可以讓我選由大到小 還是由小到大 當我按下確定的時候呢 他可以按照我的需求去做改變 那你想說第一個那表單怎麼做 我想這個應該做很多啦 請各位就是直接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然後呢新增一個表單 那表單的名稱請你把它改成home 改home的方式非常簡單 點他一下有沒有 這邊點表單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home 然後呢右上角的部分 左上角的部分搬移工作表 這個地方把caption屬性改一下 這個都是屬性 屬性指的就是類似他外觀啊 等等的外這個這個外在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就底下這個地方放一個什麼的一個 label就一個標籤 我想這個前面我們做蠻多的 然後這個地方做一個什麼 combo box combo box就是下拉選單 再加一個button 那名稱的話 然後分別稍微改一下 我這邊是改這個叫cb 那這個的話叫做b01 cb b01 ok那當我按一下這個button的時候 我想表單前面做蠻多的 請各位就自行完成 然後呢再來就是把它點兩下的時候 我就在上面要寫程式 那你要寫點兩下之後的話 那程式部分怎麼寫 基本上點兩下之後 你可以直接把剛剛的那個我們的程式直接call過來 其實就是剛剛這個太長我把他去 特別注意如果你這個地方太長你希望讓他換到下一行折行 但是又不影響的話 特別注意一定是空白 然後加一個底線 enter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空白加底線 他會視為下面這一行是跟上面這樣接在一起的 這個技巧我想好像前面有帶過了 順便講一下 這個地方空白加個底線 這個是一個規則 VB跟VBA的規則都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把前面